神功圣德碑亭在四角 为什么立丝跟华表 华表与神功圣德碑亭是什么关系呢 许多人只知道其装饰美化的作用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许多人都不知道 关内清零的神功圣德碑亭 都是建在辽阔平台的原野之上 据灵寝的主体建筑教员 所以尽管神功圣德碑亭高大雄伟 但在空空的原野上 一眼显得孤独渺小 不能充分显示出皇家灵寝的宏伟 威严的气势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灵寝的设计大师 便在神功圣德碑亭的四角 各树立一根华表 相连的两根华表相距百米左右 每根华表距神功圣德碑亭 七十米左右 这就构成了以神功圣德碑亭为主 以四根华表为辅的一组建筑 等于将原来的神功圣德碑亭的体量 扩大了几十倍 从远处看神功圣德碑亭 就不再显得孤独渺小了 神功圣德碑亭高约三十米 华表高约十二米 形成了高低相配 神功圣德碑亭雄伟装装 给人以稳静之感 而华表精美灵巧 云龙盘住 又给人以动感 从而形成了动静结合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神功圣德碑亭以红黄色为主 而华表又是通体白色 在颜色上形成了强烈的反衬 神功圣德碑亭的金黄色的瓦顶 灵巧的斗拱 珠红的墙体 绚丽的彩化 配以金雕细刻 金银洁白的华表 在蓝天白云的硬撑下 使得神功圣德碑亭这种建筑 显得雍龙华贵 富丽堂皇 其中华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就表明了华表和神功圣德碑亭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